澳門完成首次的全民檢測 初步判定社區現時無存薄煉 澳門衛生局說 變種病毒確診個案出現至今第七日 全民檢測結果都是陰性 意味社會未有已發病人事 但由於病毒有潛伏期 仍然要保持警惕 毒誘說目前超過1200人 要在指定地點接受醫學觀察 相信人數會繼續上升 當局指有超過4600人未做檢測 有人入境時和登記健康碼的證檢筆一 有部份人或已完成檢測